材料清单,樱桃一斤,白酒一斤,柠檬,半个,冰糖50克,樱桃去饼,洗净,一定要擦干,柠檬去皮,切片,樱桃,柠檬,冰糖放进蜜蜂罐里,倒入白酒,饮凉处存放,存放期间要经常晃动,吃味道均匀,两个月后的起风喝,风味更好,小切事衣,所有材料的表明一定不能带着水珠,要擦干, 二只要是用良神雅的酒,酒精度大于35度的,无色的,都可以,三柠檬要去皮,尽可能撕掉白色部分,不然会苦,此酒开始变成粉红色后,就可以开始喝了,单程放两个月后再喝,风味会更好,五冰糖依照个人口味,可以增减,这个酒我套了一个多月以后开始喝,超级好喝,粘甜粘甜的, 我用的是43度的牛兰山二锅头,泡出来基本没有白酒那个劲儿,甜形的很不错,但是我另一罐用46度白酒泡的洋梅酒,就还是二锅头味道很重很重,不知道是不是和水果酱有关系 我觉得是两个老油的银市的老子的人rik的平均是三柠檬的,不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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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二柠檬的厚草了,不算是三柠檬的